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近几年政府大力推行风力发电 现在沿着西海岸从桃园到云林嘉义一带 已经可以看到非常多的风力发电机 政府打算到2010年将风力发电的装置容量 提高到215万千瓦 相当于1000只的风机处立在西海岸 有人对于风机充满了期待 也有人是忧心忡忡 究竟这么多的风机在海岸边 将对于海岸生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而台湾又要如何发展出 适合自己的风力发电系统 2006年4月 从苗栗竹南到汉林远海 输入起25只大型风机 也开启了民营电厂在台湾投资风力发电机 当时民建业者对发展风力发电 很期待 两年多过去了 民营电厂看好台湾风资源的潜力 打算在西海岸继续破章 但是民营电厂保持有非常不同的看法 这些基本上也说得很漂亮 这是你们现在用到海岸继续破章 你电一段落在这里 这样运转的风机对海岸 其实是我们的全球的效率 所以他们就会放弃 到这里面来进行 然后再去找别的地方 风力是台湾自主明明希望 或者只是海岸线节能减碳的装饰品呢 许多人认为 风力太阳能是来自天上的能源 相较于埋藏在地底的化石燃料 它们干净 不会产生二氧化碳 而且不予匮乏 台湾正好有非常好的风力资源 像我们的西部海岸 或是我们的离岛地区 风力资源都蛮丰富的 尤其在特别的季节 全年来看的话 满发时数大概都超过2500小时 这样一个风场 事实上在全世界来看 是非常好的风场 多一分的风力发电 事实上就减少一分的 化石能源的一个发电 所以能源替代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政府计划在2010年 提高再生能源的比重 达到总发电量的10% 其中风力发电的比重是4.2% 也就是215万千瓦的装置容量 相当于1000支这样的大型风机排列在海岸 从三年前开始 台电与民营电厂开始抢工西海岸的风力市场 我们台湾的风场比较好的 大概都是在西部的沿岸 除了台电以外 我们还有民营的业者 也在开发风力发电 所以看起来在路上的风力发电的场子 是越来越少了 所以台电公司在第三期的风力发电规划 也在考虑是不是在海上 就是做离岸的风力发电 这个计划我们还在做可信心的评估中 目前德商英华威的风场 在苗栗 台中 彰化 而台电的风力计划分为三期 涵盖范围包括台北县林口 桃园 新竹香山 台中港 张宾工业区 云林麦辽 台南等地 超过300支以上的风机 让西海岸俨然成为风机的天下 但是风大的地方 却也是候鸟飞行的廊道 许多风场就坐落在候鸟的栖息地旁 紧邻生态敏感的湿地 也就像我们现在看到高美湿地这一边 在台中港区这个防风林区 它盖了20座的风力发电机 那水鸟要从退潮的地方 就是涨潮之后它的密实地被海水淹进来 它要飞到内陆来栖息的时候 这个界面对鸟来讲 就已经是一个阻碍了 就陆科它们会栖息在这个防风林这边 长期在高美湿地与张宾湿地 观察鸟类的蔡佳阳发现 在风机设置之后 高美湿地的候鸟数量正逐渐减少 我所知道的像大勺域这种 育痕科的育科大型育科的鸟 就已经从最近几年 从1500一直掉到现在不到300只 那其他小型育痕科 冰域或者是东方环境人 保守估计大概会掉2000到3000 台湾西海岸是候鸟迁徙路途中 重要的加油站 如今高美湿地和张宾湿地 一排又一排的风机 会不会形成栅栏效应 把基地切割得更零碎 让长途迁徙的候鸟 来到台湾后 竟找不到一个落脚处呢 我们在张宾 风机是在工业区 都是工业工业地 实际上在风机的位置 几乎没有湿地 我这边是一台风机 万一万一万一 这一只鸟不是这样肥 就绕过来肥 对不对 这个可能 我不能否认 那这个鸟哪边有一个湿地 它这不是风长的位置 但是一公里有两公里的距离的 可能它受到影响 可能它怕怕的 实际上没有人看到怕怕的 我们书里没有 但是反过来说 今天我们不该风长 旁边改了火力发电厂 它怕很多是有凸 那等于说是那个 那个地球暖化 那就把台边往上走 几公分 就真的实际都不见了 就我内心要 百分之百都不见了 但是我们进口这么多 风力机组 真能抵挡火力电厂的兴建吗 我们并没有办法 因为盖了几百座风力发电 然后来少盖一座火力电厂 那彰化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 我们彰化现在风力发电机 是密度最高的 但是还得在旁边 盖一座张工火力电厂 再生能源选址的风波 不光是发生在风力发电 政府计划 2010年太阳光电的发电目标 要到1万千瓦 台电渔市规划在永安野田 设置5000千瓦的太阳光电系统 占地6.65公顷 这将是全亚洲最大的太阳光电系统之一 但是在同时 这里也是南台湾候鸟的天堂 我们前面现在看到的是那个东方环景痕 东方环景痕中央原鸟起地 比较低洼的这个地方 它积水的地方大概是后鸟密石会在这个地方 然后比较往路中央靠的部分呢 它是属于过去的那个晒岩的结晶池 那它地势比较高 所以会有一些后鸟在那个地方栖息 甚至是繁殖下蛋 那未来如果说这个地方全部开发了 不管是这第一期或者是第二期 等于就是说整个 以这条路为主的整个南边 对后鸟来讲 它都没有办法在那里面这样子 高雄市野鸟学会 希望保留永安岩田的现况 让后鸟可以有栖息的地方 永安岩田也能够发展成 生态旅游的好去处 这个地方可以来做一个很好的整体规划 它可以像关渡自然公园 有赏鸟的资源 可以像七谷的岩山 可以把这种炎业文化再造的 这样的一个产业复兴的活动再带动起来 然后呢也有红树林的这个私地生态 可以让大家来了解这样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户外教室 大家对这个鸟类生态的这个注重我们也了解 但是因为如果我们要发展这个再生能源 那这却是一块可以用的地 否则的话我们可以是说 即便我们想在这方面的话 我们也找不到这么适合的一块地 再生能源的发展 似乎不该与生态旅游互相冲突 但是在桃园县新屋西口又有类似的案例 庄春菊夫妇常年来在这里进行环境教育 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海岸生态 他们发现桃园沿海的海岸线 有逐年往内陆缩减的现象 近几年来我们大潭跟中游他们的开发案 没有经过一个很好的审慎的一个环平 所以呢造就他们这样子把凸体造就出来之后 就变成了凸体的效应 那很快的几次的暴潮跟台风来之后呢 整个大潮就把我们这个海岸线的防风林 就这样一层一层地给带走了 外海的防风林不断被侵蚀 内陆的防风林却也面临危机 英华威公司预计在桃园沿海一带设置风机 观音箱十九座 新屋箱十八座 其中新屋箱永兴村就占了十二座 典状的开发很可能会让带状防风林生态遭到破坏 要做一个风机它里面最少差不多一分半的一个土地 从施工道路里面挤住 那一个缺口 几公尺就一个缺口 风机的缺口 那缺口到最后就溃体 那就影响永兴社区里面的居民的一个生命财产 当强劲的海风来时 防风林担任着守护者的角色 不让永兴村村民受到强风的威胁 当地村民担心风机设立后产生的风动效应 会影响到居住安全 你可以看到现在有一个拉这个红色的线 那就是樱桃威公司预计要在这里设风力发电 这个是编号第43号 刚刚我们从防风林里面就有住宅 住宅就有好几户人家 那距离他们的住宅非常的近 不会超过50公尺 他这个要开船来做这个风机计 就要分多少个鱼 要分多少个鱼 开船就在我面前 就打大南风都灌在我面前 说我们家里都没有好 这家里都没有好 我就懵了 他拿起来就吃饭了 不在港 我就懵了就吃饭了 我就懵了就吃饭了 我就是说我们这里大局 这个大金的人 来拨拨拨拨 我们不要怕这海风打 那边班子改个风机 有一个防风林 你看这么多的树 那个风机需要看多少树 确实都看几棵树 那我们树 我们在花瓶里面 我们保证在另外一个地方 种这么多树 那这样种的过程里面 其实蛮复杂的 最早你要在研好的地方 先种一些定沙的植物 那这些定沙的植物 大概是像草类的 等到那些适应的强了之后 再种那个稍微高一点的 小灌木之类的绝民子 或者是像我们前面 这里可以看到的黄景之类的 等到这些也长得好了之后呢 才可能种到比较高大的 像木麻黄 这个过程大概至少15到20年 才能完成 各位友亲大家好 在晚上社区办中秋晚会 请大家提早来参加 便是少看风车的颜色 为了更了解房积设置之后 对环境与生活将产生的影像 永新村民们亲自拜访 住在苗栗后龙的居民 甚至制作了纪录片 欺负虚云的新生 除了噪音的问题外 苗栗封城还发生过 风机叶片坠落的事件 他那个是在海底 那里有一只 牌去没有 很小会被人家的房子 我那里有很小会被人家 他在那里有很小会被人家 他那一招的费肉 为什么来得到 不知道 他就是没安全 从来没安全 整个人家在那里 那是我们没人家 那有人家 那就要寄住 寄住就要寄住 这几年风机失火 倒塌的意外接连发生 台中港的二号风机 在强密台风来袭时倒下 现场人遗留着许多碎片 这边应该是倒下来的 这些叶片的碎片 都在这边 今年四五月间 台电运转中的82座风机 高达半数是故障停机 我们在第一期做的时候 我们的当然经营也不太足 而且那个时候 我们便利的预算也太低了一点 所以第一期 物理发电的一些设备 也不稳定 那有的就是破障率高 也发生了几个事故 我们零件的工业 都能那么及时 故障与意外事件频传 让人质疑大型风机 在组装与维护管理上 本土经验似乎不足 再生能源 应该是要更细致的去使用它 而不是一味的 就从国外这样直接移植过来 说跟他们买机组 或是配置的方式 其实因为我们的土地资源有限 然后人口密度又高 其实跟国外那种条件 那种状况都是不太一样 以大型电厂的方式 集中设置再生能源 虽然在短期内 可以拉高发电的比重 长期来看 终究会面临土地取得不易的问题 小而分散的社区型发电 或许是另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 这个300瓦 这个是3K瓦 后面另外一个是10K瓦 大型风机位于空旷地区 受地形风影响不大 但是小型风机 多半应用在都会区 容易受到地形风与乱流的影响 国内业者自行研发的垂直轴风机 可以克服地形风的问题 垂直轴的这个设计 本身就是根据这个风向不稳定性 来克服的 因为它就像一个陀螺这样的旋转 所以你风成四面八方来 对它来讲效果是一样的 目前政府对于加护装设小型风机 并没有任何补助 国内业者只好把眼光放在国外 准备大举进行波州市场 国际间事实上市场是非常非常巨大 五年之内应该最少能够 卖到150亿以上的金额 主要是说欧洲已经开始把这个小型风力发电 全面纳入他们居家的用电的补助 所以说这个市场是从这一两年快速的成长 目前我们注意到国内厂商不在发展这个小型风力机 然后比较有一个趋势是希望 比如说在都市里头来设置这样的小型风力机 对这类的风力机制的成长是很高的 所以在这种形象我们就考虑到说 产业发展 技术发展 跟未来面设置 三则我们总共来考虑 环保人士认为 政府补助一般住宅装小型再生能源 或许比发放消费券更能创造商机 现在消费券 你不如我们来赶快推广再生能源 你用推广再生能源我就给你钱 一个人有三千六 合起来 我叫我 合起来 我们大家一起 那我们就你给我的奖励 奖励不住 这个比较有用 而且新的商业就是来做做机会出来了 对于没有自产能源的台湾来说 发展再生能源是一条唯一的路 但是在快速移植国外风机的同时 如何建立自己的再生能源产业 创造再生能源与生态保护双赢的空间 还需要更严谨的评估才是 那充电的位置 它充电的位置 它充电机设在车上 你要充电直接拉的充电的插头 你插头一拉 拉出来就可以往100个插头去